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在上一节课我们就对python的同步原语 包括这个护制量以及这个条件变量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这一节课呢 我们将会使用前面所学习的内容 来实现一个现成安全的对列queen 那么在这一节课开始呢 我们将会进入这个实践的这个状态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对这个对列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对列呢 在这里面我们的工程里面呢 是用于存放多个元素的 是存放各种元素的一个词 在这里面这个元素呢 就包括我们的现成 因此呢 这个对列当存放这个现成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现成词 那么除了现成以外呢 它还可以存放各种任务 那么在存放各种任务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理解为是一个任务词 在这一节课 我们就先来实现这些所有词的基础 现成安全的对列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先来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们需要实现这个现成安全的对列 我们的这个对列有哪些功能 需要实现的呢 首先第一个功能就是需要获取当前这个对列元素的数量 我们要知道这个对列里面有多少这个元素 第二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要允许有一定的API往这个对列里面放入这个元素 第三个呢 我们要允许从这个对列里面取出这个元素 那么这三点呢 就是我们所要实现的这个现成安全对列的基本的功能 在这里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很有可能会被多个现成同时的操作 因此呢 需要保证这个现成的安全 那么有哪些情况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呢 首先第一个情况就是 有可能多个现成同时访问了这个对列的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要保证多个现成获取的创行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借助我们的扶持所来保护这个对列 那么这个情况是我们值得去考虑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对列为空的时候呢 有现成去获取了这个对列的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阻塞 并且等待这个对列不为空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这个条件变量 来等待这个对列的元素 使得获取对列元素的这个现成阻塞 来等待这个对列不为空 那么这两个现成安全的情况呢 都是值得我们去考虑的 那么了解了这个现成安全对列的一些情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现成安全对列了 来到Patchup IDE 那么我们打开之前的这个实践的目录 这个Gaia的目录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包 把它命名为这个操作系统 Operate System 对吧 那么我们将在这里面进行 现成词的实现 这几个我们先来实现这个现成安全的对列 我们在这个包里面新建一个文件 命名为这个Cream 我们首先进行一个编码的定义 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类 Plus FluidSafe Cream 表示它是一个现成安全的对列 现成安全的对列 然后我们先定义几个函数 来表示刚才所提到的几个功能 那么首先呢 第一个功能就是这个大小 对吧 Size 我们通过这个Size呢 来获取当前对列 当前对列元素的数量 然后呢 是这个放入元素 我们命名为PUT 还有这个我们要允许批量的放入 BATCH PUT 那么这里面呢 PUT的话需要一个参数 ITEM BATCH PUT呢 需要放入一个ITEM LIST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 就是这个 往对列里面放入元素 接着还有就是取元素 从对列取出元素 Define 叫什么呢 叫POP 那么POP呢 默认的是从这个对列的头部 取出元素 那么除此以外呢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GET方法 那么GET方法呢 可以返回指定Index的这个元素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四个五个基本的这个函数 给定义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这里面的所有的函数 首先呢 是这个 现成安全对列的构造方法 那么这个构造方法里面呢 允许传入一个size 这个size呢 表达的是 这个现成安全对列 这个对列 最大的容量是多少 这里面我们默认是0 0表示的就是无限的这个意思 好的 那么这里面我们实际存储元素的空间呢 是一个列表 messize self.lock 那么因为我们这里面是现成安全的对列 所以呢 我们需要使用到这个付质量 lock 刚才也介绍了 这个lock呢需要从标准库 threading给使用 因此呢 在这里面我们需要把标准库给引进来 引进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lock 来使用护质量了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还需要 条件变量 也是这个threading这个包里面的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现成安全对列的构材函数 在这里面有四个重要的属性 分别是这个cream 它实际是个列表 然后是这个messize 以及固质量 还有这个条件变量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实现下面的这些函数了 我们首先来实现这个size这个函数 那么size呢它是返回当前对列元素的数量 那么我们对这个返回的元素数量呢 我们是通过获取这个cream的大小来返回的 因此呢 我们先要对这个cream进行一个枷锁 因为我们在获取大小的过程当中呢 很可能cream的元素会被改变 因此呢 我们先对这个lock进行枷锁 然后我们记录这个size 等于lang self.queen 然后呢 获取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进行这个解锁 release 之后把这个size给返回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因为我的现成安全对列呢 这个size很有可能被多现成的去调用 所以呢 我们在获取之前 以及获取之后 需要进行这个枷锁 以及解锁的操作 以保证这个获取size的现成安全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这个size给实现了 接着我们来实现第二个方法 put方法 那么在put方法里面呢 我们首先需要判断 我们单前的这个对列的size if self.mexsize 不等于0 并且 当前的这个size 大于 self.mexsize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 当前对列已经满了 不允许 继续添加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返回一个错误 那么这个错误呢 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定义一下 class free safe queen deception 如果下面的这个已经有错误的话 那么我们就返回一个 异常 这个异常是我们专属的这个现成安全对列的异常 接着如果没有发生这个异常的话 那么我们就说 item是可以放进我们单前的这个对列的 首先呢 我们在放之前呢 我们需要加锁 因为这个queen呢 现成安全的 我们需要保证它的现成安全 然后呢 我们是要点queen.append 把这个item给加锁进来 接着我们就可以解锁了 那么加入之后呢 我们需要通知 有可能在等待的一些现成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是通过condition来通知的 在通知之前呢 我们也需要进行这个acquire 然后是condition notify release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完成了 put的方法 往对列里面放入这个元素 那么可能有些同学会疑问 为什么在这里面 put里面要加入这个条件变量 以及这个notify呢 那是因为我们考虑这样子的情况 那么假设当前的这个queen 它的size是0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有可能有些现成在获取 对列的任务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阻塞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往这里面对列 放入一个元素的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通知这个阻塞的线程 继续的直接下去 这个呢 就是这里面这个条件变量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来实现这个batchput 那么这个batchput呢 就是批量的往这个对列里面 放入这个元素 因此在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 首先我们保证 这个lease呢 是列表 我们先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列表 如果不是的话 我们先把它给转换成一个列表 接着呢 我们foritem in item list 每一个都调用我们的这个put方法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批量 往对列里面放入元素的这个方法 接着我们实现 从对列里面取出元素的这个方法 pop方法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判断 当前的这个对列的size是否为0 size if self.size 等于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这个对列里面 当前是没有这个元素的 为了这个API的YOYA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把这个函数 多添加两个参数 首先第一个参数 是这个block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是这个timeout参数 block参数表示的是说 当对列里面 没有元素的时候 我们是否 阻塞的去等待 那么默认的是forced的 那么还有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timeout参数 就是如果我们等待的话 我们等待多久 那么这个时候 不一样的会传入这个时间 好的 那么有了这两个参数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面的逻辑了 如果这个size等于0的话 如果需要阻塞 需要阻塞等待 那么需要阻塞等待的时候呢 我们先进行条件变量的获取 然后是条件变量的wait 那么wait呢 我们就等待这个时间 那么这个时间也是从这里面给传进来的 这里面我们也需要对这个timeout进行判断 如果timeout等于blend的话 我们默认的让它timeout等于0 我们这里面等于0就可以了 下面的这个逻辑就不用了 好的 那么我们最后的就把这个condition给realise 那么如果不需要阻塞等待的话 我们else直接返回一个空的东西 那么这个呢 是这个队列元素为空的情况 如果不为空的话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首先把这个锁给加上 因为我们将要对queam进行一个操作 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元素给取出来 item itself.queam.pop 然后呢 我们再解锁 对吧 再把这个item给返回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还需要注意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这里面需要阻塞等待 等待了这个timeout的时间 那么还是没有这个元素的话怎么办 因此呢 我们下面的逻辑是不严谨的 也就是说我们即使等待了 还有可能这个队列里面没有元素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先对这个size进行个判断 如果这个self.size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直接返回呢 如果还是等于0的话 那么我们直接返回一个空的 否则的话 我们再把这个item从这个queam里面取出来 再返回 那么这一个就是逻辑上比较完整的 这个top的函数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节 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同学们下来之后呢 除了听老师讲 自己一定要手动的去实现一次 最后呢 还有这个get方法 那么这里面这个get方法 老师就不实现了 在这里面呢 同学们可以参照前面的这些逻辑 来实现这个get方法 好的 那么实现了这个线程安全的对列之后呢 我们先对这个线程安全对列 进行个简单的测试 我们第一两个线程 在这里面 我们先申请一个线程安全的对列 queam等于 freed safequeam maxsize等于100 在这里面 我们定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这个 producer 市场者 while true queam.put 那么这个producer呢 他循环的往这个对列里面 去放入一个元素 然后呢 slip一秒 这里面我们把这个time给引进来 接下来我们再实现一个消费者 那么也是while true 那下面呢 queam.pop 下面的两个线程呢 执行这个producer 以及这个consumer 这个线程一呢 执行这个生产者的 函数 线程二呢 执行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函数 最后呢 要等待这个线程结束 以及这个线程二也要结束 那么最后在这里面我们先把两个线程给启动了 等待两个线程结束 好的 我们把它跑起来来测试看一下我们的线程二旋堆列是否有问题 这里面我们打印一些输出吧 打印一些输出 clean item get item from clean 画起来 这里面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一次 获取到这个num了 因为我们默认的这个block是false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阻塞设置为tru 然后我们的timeout呢 我们设为两秒 上面呢 我们把这个时间 生产的时间 放久一点 我们看看是否可以阻塞这个线程 再跑起来看一下 这里面看到没有 因为我们返回的这一个是空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item它就不是一个数字 因此呢 这个print是有问题 说明我们的阻塞 以及这个超时呢 都是有用的 好的 那么下来之后呢 同学们还可以完善这个测试 我们在这里面 主要是简单的去测试这个功能 是否已经完备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是比较完备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线程安全的队列 包括这里面的主要的几个方法 包括size方法 put方法 pop方法 以及这个同学们下来自己实现的 这个get方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刚才实现的过程当中 线程同步的细节 在这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 好的 那么这样子呢 我们就实现了这个 线程安全的队列 cream 这里面主要是有三个方法 获取当前队列元素的数量 往队列里面放入这个元素 以及从队列里面取出元素 这三个主要的方法 这三个主要的方法 这三个主要的方法